唱什么玩意你唱的 现在的印宗节目 纵爱搞事情 敬请一些网红来点评专业歌手 现如今终于有歌手敢霸气回怼了 这场面看着真叫一个爽啊 余文文参加英宗 在演唱一首英文歌后被网红尬评 说唱歌就像小学生贝克文 于是余文文霸气回怼 不愧是唱过体面的才女 怼得漂亮 听不太出来 你声音有太大的层次动态 这个就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像小学生在贝克文 而且还是心不甘情不愿的那种 所以说对于你来说吗 对 接下语 张绍涵 王熙超然对唱 黎明前的黑暗 一个高音炮 一个低音炮 唱出了每一位驱散黑暗的五位勇士 这么完美的演唱 竟被评委说向土味喊麦 王熙冷静高情商的回击 真是狠狠打了评委的脸 Rap不是这样的 Hip-Hop不是这样的 它就是喊麦 土味喊麦 至少说你们两个的合作 又给广场舞大妈们 贡献了一个可选择的可能 声音艺术家们 他们的追求一定是 应该是向上突破 而不是向下兼容 我觉得我们应该向下 我们也应该向上 就像花一样 向下扎根 向上开花 我们小的时候听你的歌 你知道你有多出名 对 就是应该说我听你的歌呢 就有点像我的青春回忆 那我怎么称呼你呢 你就是娜姐 我就是强姐 那依宁静都要礼让三分的张强 却被不知名的评委 点评演出太差成事故 张强当场冷脸心里反击 现场质问评委 你是做音乐的吗 节目有史以来 直到目前最大的一场演出事故 她是做音乐的吗 她是非常知名的乐评人 那我得问她 你怎么知道我不是唱作人呢 我也写歌啊唱之人 但是我并不会敢随随便便地说 我是一个好的原创的唱作人 我就敢说我是 多少次跌跌撞撞 才学会坚强 多少次在迷茫之中 寻找方向 多少次跌倒之后 再站起来面对 再勇敢去闯啊 弓丽娜老师演唱改编版微微 不知网红评委哪里来的勇气 竟质疑弓丽娜老师跑掉 面对质疑 弓丽娜老师并没有生气 反而是耐心地 来了个现场教学 这真是没文化 真可怕呀 我怎么觉得有点走掉啊 这首歌中间有声调 就是有转调 所以我中间那个 就是它一层一层半个音半个音的往上涨 好啦本期节目就是这样 让我们下期见吧 拜拜